在今天的杂烂见识南岛 我们请到两位分享者 来跟大家谈一谈南岛语言的现象 还有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在现场的朋友 听过老师分享之后 我们也有相当多的问题 到底南岛语它的存续发展上面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以一定要先请教佩隆教授 其实南岛语的足语消失的现象 不仅仅在于台湾 包括了连在马达加斯加 更远的地方 包括了像是纽西兰的毛利人 都面临了相同的困境 假设如果南岛语 在地球上逐渐的流失的话 到底对我们的人类的文明 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就想象一个花园 我们都希望说花园里 有各式各样的花 所以不希望说它只有一个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花 象征成一个语言 语言学者David Crystal 就曾经提过绿色语言学的概念 就是一个语言就象征一个文化 那这个语言越多样 它的文化的承载 还有内涵就越丰富 然后文化的包容力就越强 整个社会就会越健康 就是它有不同的包容性 然后也会刺激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族群 他们多元的思考 所以如果说我们失去了一个语言的话 其实我们失去的会是很多原住民的知识 或者说这个语言所承载的任何的一个生态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认识一个语言 就好像认识一个世界的窗户 那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窗户 了解在地的一个资源 怎么样在这个世界好好的生活 这是蛮重要的 是 因为就语言学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深入的去观察 描述 记录 那当然就是在把这样子的资料 然后移转到知识库里面 然后供有使用的人来提取 不过呢 按照朱老师的看法就不是这样子的 一个观察者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使用者 对使用者 那其实成为使用者对于很多人来讲并不容易 那毕竟呢 就是我们的生活面 我们现在在强势的语种 这个一个文化辐射里面 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使用 那在长期推动主语附证 像朱老师你这样看 你能面对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两点 两点 一个是诚意 一个是意愿 在原住民的教育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教育就是传承 所以我们要传承这个语言 是非常的重要 教育就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 我们决策单位 觉得这个语言 是值得就要去传承 觉得这个语言是很重要的话 就直接盖学校给原住民 现在原住民 他觉得我们永远都在实验阶段 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读吗 这个是跟我后面的这个 意愿有关系 这个一个是诚意 如果国家有诚意 你就盖原住民的教育体制 没有诚意 那就是玩假的 现在原住民为什么没有意愿 他看不见未来 这个就是最大的困境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条清楚的 而且稳定的环境 我所谓的稳定的环境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学校 稳定的像我们现在制度内的教育这样的话 你叫学生去 他说我的未来在哪里的时候 他会愿意去念吗 如果有 就不用说 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们的家长都会鼓励他去 这个医院自然就会提高 这个就是相对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要负责我们的主意 一个是国家要有诚意 我们后面当然就会 意愿就会进来 这就是我的答案 那现场的朋友 有没有谁有任何的问题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孩子们在主语学习的过程当中 在其升学的必要 我们是透过主语认证的 那如何在家庭里面诱发孩子们 能够积极主动并快乐地做主语的学习 谢谢 好 实际上呢 就是刚刚他们问题里面有提到 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 其实对他们讲诱因非常的少 除了刚刚朱老师提到了 意愿跟教育之外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面 要怎么样让孩子 有兴趣去学母语呢 学母语 当然 有很多的方式 第一个 如果 我们常常把孩子 在岁石祭 有祭典活动的时候 把孩子带到 带过来 带回去 让他去感受 让他知道 他在这个 祭典活动的氛围当中 他是受尊重的 他有他的那个存在的价值感 才知道原来 他是 这个族群的一份子 让他有一个尊重感 有存在感 那学生有意愿 当然就 对他学住的意愿提高 当然在家庭里面 就跟我所说的 环境是有关系的 假如 我们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 教育的制度 是环境的时候 我们可能从小就会带孩子说 我会让我的孩子 会找这个方向找的时候 我很早 我可能从小就会教育孩子 把这个原因 我们也知道 跟汉人的教育制度 或者是走这一条路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那个生存的 竞争力这么大 我如果知道这两个 这两条路 这条路是适合我的话 你不要担心没有人 一定会有人 会在这样的一条路上 去更衣下去 对 因为其实 这关于这个 就族羽的教育跟负责 其实刚刚跟朱老师讲的一样 他的意愿 使用意愿非常的低 他也对这个语言 没有认同感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族语的使用 就逐渐的流失掉 我认为这是当代 就生活在都会里面的 原住民朋友 最大的困难 在您的观点 应该怎么样 就是年轻时代 是怎么样观看 我们自己的族羽呢 就是我最后讲的 像我们其实算环境 环境可以是实体的环境 但是其实我们也不要忘了 我们有一个虚拟环境 这个虚拟环境 是我们要自己去 我们可以任何时间去创造的 像我看到很多族人 年轻人出来使用族语 那他们做podcast 他们自己跟着起劳学族语 有的甚至不是原住民 有的是汉人的汉人 那他们都是希望说 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 运用科技 像比如说在社群 脸书 然后任何的角落 都可以使用 创造更多使用族语的机会 让族语觉得是很有趣的 很潮的 酷的这样子 是 因为刚才教授提到 就是现在可以透过新科技 或许是一个打造一个虚拟的环境 让年轻的世代 能够进入到母语 使用的这个氛围里面 在2021年到2022年 最受欢迎的这个科技主题 就是元宇宙 或许有一个南岛语的元宇宙 可以让所有的 使用南岛语的朋友 进到这边来 那共同在这边打造一个 属于他们自己的 就属于我们自己的经济 然后社会的一个这样子的族群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可行 可以预见的方向 那今天非常感谢 李佩胖教授 带我们一起了解 南岛语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而且看到他这个多元的呈现方式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珍视南岛语 那更感动的是 朱老师这么多年来 在推动族羽的附赠 那也希望您的努力 可以让更多的 其他的族羽的推动者 可以让他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还可以怎么做 那今天谢谢佩文老师 来谢谢朱老师 那也请大家继续来密切观众们 责乱建设南岛 那透过建设南岛 我们可以一起看见台湾 然后来建设南岛文化的多元性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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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